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比我大七岁 我原以为他吧会比较成熟 可是他现在越来越幼稚 还斤斤计较导致我们的矛盾越来越多 我们结婚吧 也有十年了 可是最近总是在争吵 我也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 我感觉真的很无奈 他平时一点也不会处理人际关系 甚至和我的亲戚都有过矛盾 有了孩子以后他也没怎么管我 我的性格就是直来直去 所以说话有点冲 但是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大问题啊 而且我努力赚钱都是为了孩子 怎么就不管他了呢 他现在生活上花起大手大脚 一点没有规划过未来 让我觉得他没有责任心和担当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为了他和孩子 我其实一直都很努力工作 日常上的开销也是以他们为主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会这样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39岁 来自长春婚礼主持 女嘉宾侯女士32岁 来自长春全职妈妈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哈 今天是妻子要来的是吧 对 是来诉苦啊还是来干嘛呀 主要是来说一说我们之间的事情吧 有很多我不能接受的 然后也是希望他能有所改变 并大七岁是吧 是 想象当中应该特别能疼人是吧 对 我是这么想的 结果肯定是相反的是吧 其实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我觉得还挺好的 也挺体贴的 因为每次我们出去逛完街呀 然后吃完饭呢 我回家的时候 他都会主动打车把我送回去 然后他再打车回来 就是以前的时候 我看朋友他们都是 打个车直接就让女朋友回去了 没有说就是亲自去 把女朋友送到家里面 但是我感觉他不一样 然后就是对我挺细心的 而且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是比我大七岁 那时候他就说你觉得我有多大 给你几个被选 82 84和80 然后我看着也挺年轻的嘛 84吧 然后他就笑了笑 我就感觉应该是默认了吧 接触了一段时间感觉挺好的 然后后来的时候就发现他不是84的 然后他说他是80的 我想想我觉得大七岁也挺好的 肯定会做事啊比较沉稳 然后想的也比较周到 然后也多一些体贴和照顾吧 这样我觉得我能更幸福一些 但是没想到就是 真的是跟想象当中的是不一样的 你看我就知道 谈恋爱的时候吧 我就觉得他这个人特别的较真儿 就什么事情都钻牛角尖的那种 公司的人呢 一般是不让就是明目张胆地谈恋爱吧 然后那个同事也是闲得没事 就是聊天嘛 然后就说 哎 他们俩那个最近走得比较近啊 就是是不是在谈恋爱啊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话 然后他知道之后了 就去找人家去了 就置问人家 说你那个在背地里说我们什么了 本来平时跟同事吧 我们还有说有笑的 他问完人家之后了 我们一见面就觉得挺尴尬的 然后人家看见我了 就有意无意地就有点躲着走嘛 不知道说什么 这个不叫什么事啊这个 就是有什么就说出来呗 我这个人就是非常实在的 你有什么 你实在啥 你睁着眼说瞎话 你应该去说 哥们你怎么知道我们俩谈恋爱啊 是小祝哥 我觉得他说得有点太直接了 就是人家就举个例子 在公司也就算了 跟同学啊 就是他的同学嘛 说一起出去吃饭吧 吃的火锅 他们就下那种泥鞘 然后直接就下到锅里面了 当时那泥鞘就活蹦乱跳的 他当时砰一下就站起来了 转身就走了 解释一下可以吗 其实我本身就不赞成 点那个那种活的东西往里下 结果那东西下进去完了 他还往外蹦 我的心就挺虔诚的 本身就不希望他们去下那个活的 你就善于 那我觉得你也没有必要 立马转身就走吧 那你把我一个人扔在那 那我怎么办呢 那是婚前还是婚后啊 那时候是婚前的时候 那你干嘛嫁给他呀 觉得那么尬 有一次也是 约着我们俩去看电影去 只不过就是抱了一下 搂了一下 后面的那个人吧 可能是跟女朋友吵架了 可能看我们俩那样 他有点说了几句不太好听的话 然后他也挺生气的 这俩人就吵了起来 后来影响其他人看电影了嘛 最后把那个保安也弄来了 保安说的那个 那咱们就算了吧 都在这劝一下是吧 完了他又跟人家保安 去从头到尾的理论一遍 又讲一下 整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 这个事吧 就是说在相同的地点 不同的心情 发生了不一样的事情 每个人的看法他不一样 那他失恋 我们热恋 我觉得很正常啊 是那你就不能体谅一下 人家的心情嘛 体谅了 我也把事得告诉人家保安呢 保安不知道怎么回事 以为我怎么递了呢 用得着那么较真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 那我是很认真的一个人吗 那你在家呢 跟家里面也不至于了吧 我舅舅就是特别喜欢他嘛 觉得他小伙儿不错 然后那个对我也挺好的 能说会到的 就是他说的特别好听 就挺会说的那种 然后去我舅舅家吃饭 做也做到了 我没觉得 我怎么能是光说的好听的 每次去都买东西啊 你老舅特别喜欢我 是 你买东西 是正常的礼节问题 但是你去人家吃饭 你怎么表现的呀 老师我跟您说这个事吧 还有包括跟以下几位老师 很多的电视机的观众朋友说说 他老舅家是这样 吃那火锅 非要往那火锅里面 下肥油 下肥肉 就是那种五花肉 我理解不了 为什么要下猪肉 吃火锅 就是他们喜欢吃那个酸菜锅嘛 酸菜锅这个下点五花肉 它会比较好吃 那个油都进去了 完了涮羊肉 牛肉 这怎么吃呢 在他来讲他就接受不了 但是一个人家一个口味 一个人家一个习惯 那人家吃的东西不一样 既然你是客人 人家准备的也挺丰盛的 我不也吃了吗 是 那你是吃了 对付吃了 就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愿意吃的 那猪油我不也吃了吗 那你说怎么办呢 那你说这个 那你吃完了不也管人家 要茶了吗 不是 不吃饭 就觉得好像吃得挺油的 那个饭做得也是特别的硬 硬吧 就是什么程度呢 就是很硬 我便吃了嘛 硬我也不能说啥 因为他家人 谁就喜欢吃硬东西 你是没说啥 精心不说了吗 那泡面 就是热水刚泡了就赶紧吃 我说没熟呢 这么吃最好吃 那人家喜欢那样吃吗 那我也没说什么呀 一家一个人习惯吗 我吃了 肥油也吃了 饭也吃了 你是没说什么 你说哎呀 这饭也太硬 那你还想说什么呀 不硬 我不说 就是吃 那你已经说完了吗 不是吃完了之后 还管人家要茶 就觉得好像 吃得挺油的那种 你老舅舅爱喝茶 是 他喝花茶呀 那你去了 你又管人家要绿茶 人家也没准备呀 他问我喝啥茶 我说喝绿茶 老舅说没有绿茶 我就跟着喝花茶呗 那我喝了也呀 是 真喝 当时吧 哥哥也在那 哥哥一看 好像觉得没有招待好 那哥哥说 要不然哪天 去我家喝茶吧 我家正好有绿茶 他说当时就答应了 那我也不能说不去呀 然后哥哥就特意 给他准备了绿茶 结果他说什么 哎呀 我今天想喝泼尔茶 我想喝点熟泼尔 当时我就愣了 当时已经 当时晚上了 你晚上喝绿茶 你晚上能睡着觉吗 晚上就喝点泼尔 那我哥问我 你哥问我说喝啥茶 那我就说喝泼尔呗 我也不知道 他有啥茶呀 那你在别人家的时候行 那你在自己家呢 你是怎么表现的 怎么了 你确实是挺好的 又擦地 又刷碗的 我觉得一个男的做到这样 也挺不容易的 但是他总会叨叨一些 就是嘴碎的那种 我叨叨一句吧 大家都不明白怎么回事 他做菜真的很不容易的 把那个厨房整得很乱 我在家很干净 就喜欢天天擦地 擦完地之后吧 不喜欢穿脱鞋就光脚 不行 进不去 地太脏了 我说不行 下不去脚啊 你问他 我拿着那个厨房 哗哗哗一顿脱 脱完了之后 把碗什么都摆在立装上的 咱们再吃饭 对不对 是 你擦的时候 你怎么说的呀 这地都没有地方下脚了 这地要不擦的话 我没有擦 就我擦 挺正常的呀 那当时我妈也在那了 你说我妈那样看我 就好像平时都是你干活 就我不干活似的那种 我蓝一句行吗 洪女士现在的职业 是全职妈妈 是吧 对 现在家里没什么人 能跟您说话吧 没有 看出来了 真是憋着了 您接着说 我们生了孩子之后 有了宝宝 然后我就感觉好像是 又是不一样了 又咋不一样 然后就是在月子里面的时候 就是孩子晚上就需要起夜 然后喂奶 睡觉 就是换小垫子这些 然后都是我在给孩子换 然后她在那躺着呼呼睡觉 后来你不就是拍花剧 完回来的那天也挺早的的 半夜半夜的在那逗地主 然后我在那块弄孩子 孩子哭的都不行了 然后她就跟没听见似的 好像这孩子不是她的一样 就是我一个人的 就她在那逗地主完全听不到 我不想吵的 因为公公婆婆在那吗 我觉得吵架好像挺不好的 但我实在是觉得 有点太窝火了 然后我就出去跟她吵了几句 她还理直气壮地觉得什么 天天出去挣钱还不够吗 我回来就放松放松 玩一会儿不行吗 那怎么就非得我看孩子呢 然后那个公公婆婆 就听见了吗 就说了她几句 也挺像的我说话的 但是没想到她 又继续跟朋友出去了 偶尔是偶尔吗 连着好 好多次 喝完酒之后了 他们一起去K歌 一直到半夜 孩子小嘛 天天晚上弄孩子 我都没有精力管她了 然后婆婆在那 婆婆就说 她都这么晚了也不回来 你怎么不说给她打个电话呀 那在外面跟什么朋友在一起呀 我就感觉好像是 觉得我不太关心她 我行思那就打一个吧 然后她还跟我横上了 我就在外面玩一会儿怎么了 就你这又给我打电话 又干嘛的 至于吗 你看她半夜半夜的出去行吧 到我这块就不行了 孩子寄奶了之后 我去上班了 工作了 我朋友给我介绍的嘛 在那本来做得挺好的 你看她周六周日的时候 忙的时候 然后我还要帮她 去做音效什么的 然后那个我朋友 就跟那个同事说 说那意思就是给我串个班 然后就是我上下午的班嘛 其实我不太愿意 上下午的班 下午的班 她那个做的报表特别多 然后时间很长 你那个挑点重点吧 这时间真的很紧的 是这样 她晚上 她们下班挺晚的 大概是八点半到九点 然后呢 我下班的时候是十点 那天晚上有活动 十点 然后呢 她们就去吃饭去了 吃饭去了 大概是十二点 十二点多了 因为我打电话了 她不愿意了 后来我给她朋友打电话了 我说以后 这么晚的活动 就不要再带她了 这边还还有孩子 完了她不高兴了 认为我这一电话 不应该打 后来就是觉得 我这工作不行呗 下班晚呗 影响家庭和谐了吧 那我就补上了吧 在这个期间之后 我们就意外有了二宝 然后当时我们俩 其实是不想要的 就是感觉心里面 有点不适合 商量商量 后来说 要不然咱们要了吧就 我说那要了也行 要了但是咱们 就得做一个约定 不能说要了孩子之后 咱们就后悔是吧 就是毕竟肯定是要了二宝之后 经济压力会大一些 然后精力也会 也会不够用的 然后就是她 她也答应了 然后结果 还是不一样了 她觉得自由被限制了 我现在听起来 等于你现在对先生 有几个地方不满 是吧 这男人比较倔 是吧 所以直嘛 就是倔嘛 然后别别妞妞 我把这个词叫 别别妞妞 比如吃个火锅就这样 喝个茶就这样 反正挺别扭的 是吧 对吧 我听你讲了那么多 我的总结就是 请不要强势 我还真不强势 强势吗 我们都听出来了 不需要你说 你说说 我强势吗 家里都听他的 这还叫弱势啊 你知道我现在的 那个感觉是什么吗 我特别 我特别替你 妻子难过 你知道吗 他絮絮叨叨 絮絮叨叨 絮絮叨叨 这么多 但是好像每一句话 都不在重点里 但是恰恰是 都不在重点里 你就觉得 似乎生活 没有一个角落 和一个细节 是让他满意的 你不觉得 做一个先生 其实挺愧疚的吗 就他为什么会这样 我相信 他嫁给你的时候 一定不是这么 絮絮叨叨 每一个细节 他都不满意 你是现在 对整个生活 都觉得 不是那么好吗 其实我觉得 我现在 有一点焦躁 你希望 是什么样的 未来的生活 我只是希望 他能有所改变 因为我们 他改什么 就是说了这么多 你也应该听出来 就是凡事都是 就觉得 就是别让人家 太下不来台了 让多为我想一想 就是没有考虑到 希望他能考虑得 周全一些 是这意思吗 对啊 我就觉得 他比我大七岁 应该考虑得 成熟一些 周全一些嘛 不要就凡事 老想着自己 那么任性 要求不高 一点都不高 来吧 各位老师 你们来看看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分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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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误解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样你才能有 客观全面地了解自己 但是 貌似你不再在意 别人怎么看 但是其实反映出来 是你特别敏感 就比如说 刚才的对话当中 无数次你说 赵老师 几位老师 还有电视观众朋友 这千万不要让我误解 我跟大家说 你太在了 一旦稍微触及到 你有可能觉得 是问题的事 马上就反弹 如果你把这种做法 针对自己的爱人的话 他会很难受 难受到他不知道 怎么跟你去交流 沟通 难受到他觉得 他的地位就是低的 你就是高的 你虽然没有说什么硬话 说你不行 但是你那种微笑 是伤人的 如果你想挽回这段婚姻 你能不能认识 自己的问题 多听听他怎么看你 多接受 并且把这真正的做主 让你的老婆 多说一些话 好不好 同时放下你的姿态 好不好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图老师 我跟女生说两句 我们所有人所看到的是 一个目光呆滞 难难自语 似乎对生活充满绝望的女人 站在舞台上 但为什么会走到 今天这个地步 是一直以来 你总是被一种 所谓无形的暴力 所压抑着 有关于在家庭当中的 一些责任和付出来说 我觉得男生 应该有他 做得不错的一面 但为什么 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扭捏作态 装模作样的样子 你甚至认为 你已经说不出别的话了 因为你也不好意思责备他 你说不他不努力吗 他挺努力的 他赚了钱 对吧 你说他不好吗 他也做家务活 但可怕就可怕在 一个哪哪哪都 挑不出什么毛病的人 却用一种无形的暴力 把你折腾成这个样子 目光呆滞 而你今天整个呈现在舞台上 又是鼻涕又是眼泪 刚才那鼻涕丝 已经牵到这儿来了 而你眼前的这个男人 无动于衷 依然在侃侃而谈 你还企图用那种高声的声调 装模作样的姿势 来表达自己是一个多么有礼貌而谦卑的人 你唯独就是尽量让他不要委屈 尤其是不要因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而委屈 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 你算什么男人 你还侃侃而谈 姑娘你要好好地考虑一下自己的生活 我虽然今天说了他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否认他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积极向上的一面 但是他长久的面具戴在脸上 实在是由你 没有直接挑破他的那种勇气 勇敢起来实习自己的角色 如果觉得不开心不舒服就这么说出来 好 谢谢陀老师 他现在这样子你觉得你接受吗 我没想到 今天让你看到了一个在现实生活当中 也许你没有看到 也许你不想承认的一个妻子 但是我希望今天看到了 你前所未见的这一面之后 你能够有所反思 他为什么这样 是不是戴面具 我倒觉得并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说 今天有人哭了以后舒服了 那么给妻子的建议 老师刚才已经给过了 就是你勇敢地说出你内心真实的需求 给先生听 如果你真的爱他 还是那么爱他 依然那么爱他 跟他走得近一点 别那么远着 他不是你的观众 真没想到 今天杨阳你会有这样的表现 这一点可能是在平时生活中 我真的没注意到的 所以说来到这个节目 听了几位老师说 包括你自己说的 我觉得自己肯定是有很多 做得还是不到位的地方 以后一定需要再改进 跟你走得更近一点 要更多地去懂得尊重你 我觉得你就是以后 能多理解我一些 多想想 不要总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事情 这样的话我会舒服很多 其实你也 好可爱 来来来来 其实是我们俩在谈恋爱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没有钱 然后送给他一条项链 这是他第一次送给我的礼物 就是结婚之前的时候 虽然不值钱 只有几百块钱嘛 但是每次就是在重要的场合 我都会带着他 你那是啥 那个是一个照片 是两个宝宝 好可爱的 对 非常的幸福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呢 我会为了我们两个大儿子 为了我们幸福的家庭 继续地努力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好了 开门 跟预想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兜头泼了一条冷水 但如果这个冷水真的把哥们泼醒了 我觉得也挺好 是吧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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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 各位请见证 我觉得我们以后会继续地幸福下去 今天都说出来了 以后就不再委屈了 对不对 西方 来吧 赢个熊抱 请亮灯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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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了解下一句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结婚有两年了 现在矛盾越来越大 我是一名全职太太 她工作特别忙 经常不回家 总联系不到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我当初说好了工作打拼 对家庭肯定有照顾不到的地方 我工作这么忙 也不是为了解决定有两年了 现在我们的儿子已经一岁多了 他什么也没管过 甚至孩子生病 住院都是我一个人照顾 我觉得他真的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有了孩子以后 我不更需要努力工作吗 而且我赚的钱 全留给你和孩子的 他总是说我乱花钱 可是明明当初他说好的要养我 如果这样的话 我永远去工作 现在你总是买一堆化妆品 都用不着 我希望是可以把这些钱留给孩子 孩子现在还小 需要人照顾 你现在还要出去工作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王先生24岁来自吉林 个体老板 有请小王 有请 陈女士23岁来自黑龙江 全知妈妈 有请小陈 有请 欢迎两位 这么年轻就结了婚了是吧 对 孩子也有了是吧 小朋友多大 14个月 14个月 今天是你要来的对吧 对 是想不再做全知妈妈了 想出去工作是吧 是 说说原因吧 我俩就是相识 因为我是她的员工 她是我老板 然后她主动追求的我 她那时候对我特别好 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然后每天接受我上下班 一日三餐都是她 她说让我当全知太太 我答应她了 可是后来呢 她就变得就是骗我 放我鸽子 就是我们两个第一次 就是蜜月旅行 她答应我要带我去 让她三亚 然后提前两个月 就告诉我带我去 然后我就一直准备 然后买什么泳装 防晒霜 什么都准备好了 连机票都订好了 然后她突然提前两天 告诉我不去了 这是为啥 因为当时接的个单 这个单非常大 我感觉旅游吧 走私以后的事 暂时工作为主 挣钱为主 那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这个事 为什么不早得告诉我 我也是之后才知道 马上就要去了 你才告诉我 我没想到事 能发生这么长时间 会发生这么快 那客户每天都会有 不是 你放一下就放不了呗 单是非常大的 你说挣钱 男人首先认为挣钱为主业 是不是 家庭为父业 是不是 那你说假如我不挣钱 我会怎么去养活这个家呢 如果早一点告诉我不去的话 不让我这么准备 我也要去 我也打算走 是不是 机票什么都订完 你也跟我说好了 但是这个单对我非常重要 是不是 所有的工作权全靠回头客 来维护这个生意 是不是 行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男生有一句话 大家记住 我们打一点 工作是主业 家庭是副业 这个追求的时候 是一回事 娶回家了以后 你发现他有一些变化 现在怎么样 一开始我俩挺好的 后来他就去酒吧 他也回家 就是回来得很晚 然后之后他就打牌 然后按摩什么的 最后还接触一些异性 跟异性在一起 我每天在家一个人待着 我能不多想吗 因为男客户比较多嘛 完之后一起出去谈生意 晚上家客户要求去夜店 喝点酒 落手喝 他有生意 我每回都会陪客户 客户提出要求 我就会出去 所以说你的意思是你在应酬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你应酬为什么还要陪女人去逛街 陪女人吃饭 那叫应酬吗 你告诉我那是你的客户 那为什么我看你手机 你跟他俩聊天 是特别暧昧呢 那客户说走出去逛个街 你说我照顾待第二个时间 我就出去陪一下落个 我也没有说别的意思 去会发生什么事 那后来你夜不归宿 是为什么的呀 那你说别人工作在十个小时 我工作在十六个小时 我比人多六个小时 我也想回家呀 我累了都不行 后来你一个月三十天 你有二十八天都回不来 那因为工作天天在忙 有时候在陪客户啊 你陪客户陪女人对吗 不是呀 客户都是回头客嘛 你之前在上班前你也知道 咱们所有的客户全都靠 回头客来维持这个生意 只不是客户关系 是吃饭啊 陪着逛街啊 聊天啊 在一起洗澡 按摩 洗澡也是分开两个区域 没说在同一个区域吧 那为什么你回来 连一句解释都没有 我感觉理解我的女人 我不需要去解释 你说这件事毕竟没有什么事 本身你就小心眼 我越解释吧 你想得越多 你说解释来解释去吧 你想得那么多 我最讨厌你跟别的异性接触 然后你还这样 问一句啊 这个一个月30天 回家28天是事实吗 是赶上上个月 特别忙的情况下 是赶上上个月了 以前不这样是吧 以前不得 那孩子在14个月了 等于他就不管呗 他不管 孩子他从来都不管 好 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让你觉得 心里不舒服的 或者觉得有问题的 我觉得他 就完全把我当成一个保姆 不是他的妻子 因为每天我在家 就是忙着照顾一个孩子 一个女人照顾一个孩子 多费心呢 天天一日三餐给他做的 还得喂饭 然后还得给他换尿布 他有的时候 偶尔回一次家 我说你帮孩子换过尿布 他告诉我 我不换 他跟我顶嘴 甚至跟我喊 我感觉工作一天了 我还特别累 我还想去多陪孩子 休息时间很少 我心在家 他多忙帮看孩子 能体调一下男人 回家就起码一个安慰话 什么话都没有 不是你给孩子换尿布 不就是陪孩子吗 连抱都不会抱一下 那你说我一个大爷们 你说天天回去看孩子 就算你在忙 孩子发烧 孩子发烧住院 我一个人陪着他在医院 我给他打电话 我告诉他 你过来 我说我一个人照顾孩子不行 我等着他一天一宿 他都没有去 当时晚上陪客户 这个单非常大 晚上我接完这个单 我不行第二天就可以回家 我去多看看孩子 多陪陪孩子不行吗 孩子打预防针 我说要你陪我去 人家都是爸爸妈妈 带着孩子一起 结果你呢 没有时间忙 你是干什么去了呀 天天陪那个女人在一起是吗 我没去陪女人 我去在工作 你之前在我那上班也是 我也没说去陪哪个女人 去出去吃喝 我没发现你以前有多忙 出去吃喝玩 自从结了婚之后 我才发现你特别特别忙 我都看不着你人影 现在想出去工作是吧 我想出去工作 好 想出去工作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连钱都要管着我 什么意思 以前他挣的钱我可以随便花 他不会管 但他现在就买点化妆品 他都会管我 因为他买的化妆品嘛 都是大牌的 说女人美啊 买点化妆品可以是吧 他买完他去送人 送完人没了还买 没了还买 那女人不就是爱美吗 我就是喜欢那些化妆品 那你说你买可以是吧 我可以让你去买是吧 钱我也给你呢 是不是 我除了应酬钱 我送的钱全给你呢 是不是 你每个月都 我感觉你都去再买化妆品 孩子身上一点都没花到 你买完化妆品嘛 还去送给别人 这个我不理解 我发现你现在对我特别小气 如果你这样的话 那我就出去找工作 当之前我要你做全太太 我也没说这个钱 男人挣钱给女人花 这很正常一件事 你就全买化妆品 我都无所谓 不需要你去送别人 是不是 之前我做的全职太太 我答应你 是因为我觉得咱俩是平等的 我照顾家 照顾孩子 你在外边挣钱 现在我觉得不是了 我就得自己挣钱 我自己花 不用你给我买那些东西 那你就出去工作呗 对 我就要出去工作 他不让是吧 我感觉孩子太小 因为我给的钱也够得花 一个月现在家用多少钱 他一个月能给我 五六万左右吧 全花完吗 差不多 那这钱都花哪儿去了呢 一个月五六万 两三万的房贷 四五万的房贷 没有 就是化妆品 五六万的化妆品 然后还有孩子一些 适合用的 孩子花多少钱啊 孩子也就花 两万块钱吧 两万左右吧 孩子用什么要用到两万的 十四个月的孩子 奶粉什么的 我觉得 你心里有数吗 没有数 这孩子是 没有数 这是个实话 孩子是自己一个人在带 还是有婆婆帮忙啊 我自己一个人 家里有没有什么 阿姨帮忙什么的 没有 就一个月花五六万是吧 全部花完是吧 是 你指他现在管你是说 不到五六万了 还是说五六万给你 你觉得不够用 再问他还要要钱 够用 但是他就不让我买化妆品 你算过吗 你一个月平均买化妆品 要买多少钱啊 没有 没算过 所以家里面开销 你是稀里糊涂的 是 这就放心吧 钱都给了 因为当时 我说的样子 做前置太太 我也希望她照顾孩子 男人嘛 挣钱就给女人花 有多少 我会给多少 除了我的应酬之外 剩下的钱 我都给她 行 我接着问 那个如果去工作的话 找一个什么工作一个月 能挣五六万呢 这是你现在的能力 没有 没有 那所以说这个 要出去工作 只是个幌子是吗 没有 我还是打算出去工作 无论我挣多少钱 我都要出去工作 那目的是什么 因为她不回家呀 不回家 全是我一个人照顾孩子 行 她要出去工作了 孩子怎么办 想过吗 我不打算让她出去工作 为啥呀 因为出去工作 孩子太小 没有人照顾 就找帮忙 也是没有自己 亲生妈妈照顾得好 我再问一下 如果她现在 不管你的钱 你还出去工作吗 就是五六万的开销 你自己花 我不管你了 你还出去工作吗 出去 也出去 因为她一个月三十天 有二十八天不回家 我一个人 没有人关心我 没有人关心孩子的 那这个持续了多久啊 一个月三十天 二十八天不回家 得有三个月左右了 三个月左右了 所以一开始听的时候 觉得你特别特别过分 听完之后你就明白了 这世界有很多事儿都是因果 女方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 解决男方回家的问题 是吧 对 男方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 把女方扣在家里的问题 是这意思吧 对 玩手去买些化妆品什么的 花钱省着点 对 多给孩子点 男孩女孩 男孩 你儿子一个月用多少钱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反正天天老出去玩 我儿子不知道 天天必须游乐场 他不出去玩 他又会叫啊 那你觉得你这日子过的是好日子 还是糟糕的日子呀 糟糕的日子 你说说你理想当中的婚后生活好不好 我理想当中的婚后生活就是 男人天天出去打拼重钱 女人在家看孩子 好好好 然后你挣足够的钱 然后他花 对 他把那个家里给你料理的好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那说说你理想的婚后生活的憧憬好不好 就是想我们三个人每天在一起 无论就是他忙的时候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每天忙到再晚 你必须回家 哦 底线也不高 你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在你们的关系中间啊 我看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中国家庭中间 或者说年轻夫妻之间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生活中间 我痛苦了 你要改变 改变成我要的那个样子 所以一开始你可能是被他的乖巧 听话吸引 而妻子是被丈夫曾经的 对我好所吸引 你们对对方这个价值认同的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价值等到你们结婚了以后 彼此之间这个价值就没有了 所以维系你们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没有了 其实你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只是说 在一开始的追求的过程中间 可能婚前的那个过程中间 没有孩子的那个生活中间 两个把对方理想化了 当然谈恋爱的时候 这个理想化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是一个理想化落地的状态 也就是说婚姻中间的柴米油烟酱醋茶 这些东西我们都无法接受 所以在这里两个人之间就发生了一个冲突 但是很不幸的是 就是你们不懂得如何去化解冲突 你们化解冲突的方式就是无畏乎就是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你指责他你应该怎么怎么样 所以在这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沟通上面出了问题 你们的沟通不是沟通 是指责对方 并且要对方改变的状态 我就说这么多 好 谢谢胡老师 来 沙达老师 你俩还真是般配啊 特别般配 俩稀里糊涂的人 我来说程女士啊 你每个月花五六万块钱买化妆品 你那化妆品用哪了呀 你每天在家带孩子 你还涂抹化妆品呢 你不知道化妆品对孩子伤害最大吗 我在有了孩子之后 除了工作录节目 我会抹油之外 抹油化妆 我在家我连油都不抹 就是怕孩子跟我肌肤贴近的时候 那个东西会伤害到孩子 我都散且把妻子这个角色放在一边 不说妈妈这个角色你都没做好 我们是要让自己 即使在做一个全职太太的时候 也是荣光焕发的 也是能够展现出 女人美丽的那一面 给自己的先生看的 但绝对不是靠化妆品 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这种 女人自尊和自爱的美 接下来说 黄先生啊 今天你们俩过成这样 有一部分是 女士可能没有给你足够家的感觉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你自己不把家当家呀 在你的认知观里面 孩子 妻子是你的附属品 只有客户和你所谓的事业 才是能够跟你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认知观 我觉得您根本没有必要结婚 所以我觉得你俩呀 先别谈什么责任不责任 家庭不家庭 什么对位 什么应该做好 丈夫应该做好 我觉得你俩先成长吧 就是先学会把这个世界观稍微给她正一整 去了解一下正常的在你们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人的所思所想之后 再去考虑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当务之急 好吧 谢谢 谢谢珊娜老师 来 曲总 坦白地说听起来你们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 因为你从一开始 你就没把她当成真正能跟自己去谈恋爱结婚的那个对象 你把她当成一个为你命适从的一个员工 她开始就是员工 你看中她的也是她的外在和当时听话 所以在你脑子里根深蒂固的是工作第一 我不知道一个月里头只有两天在家 还不一定是几点回来 这样的生活 你干嘛呢 你把家当成了一个旅馆可能还不如啊 你何必回来呢 你干嘛要拖着她呀 你图什么呀 图自己踏实 你那心能踏实吗 不关心孩子 你知道孩子为什么要老出去玩吗 因为她没有父爱 所以她也很空虚 但孩子不会说 女孩呢 太空虚了 空虚到说 我每个月我都不知道花多少钱去买化妆品 空虚到说孩子身上 我应该花多少钱怎么去规划 没有 空虚到 把老公给的养家的钱 买化妆品送给别人 像社交交朋友 交不来朋友 就如同只靠钱是 找不来老公是一样的 你现在只是自以为 抓住了她的软肋 说我要去工作 谁在骨子里看得起你吗 你出去工作一试试 断了你的钱 你养得了自己吗 你说话都没有底气 如果一个说话都没有底气的 没有自尊的这么一个女人 让她回来 可能吗 你敢不敢说你别回来了 离婚嘛 你都不敢啊 所以能不能先捡起自己的自尊呢 你的位置太低了 低到让你对面这个男人根本就看不起 明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陀老师 你原来的职位是什么 就是帮她接单 是她的助理是吧 对 你刚才说你最理想的家庭生活状态是三个字 在一起 对吗 对 如果你再出去工作 那就是你 孩子和她三个人都不在一起 对吗 对 所以这是你理想的生活状态吗 不是 如果三个人都在一起 真的是你的理想的生活状态 你应该努力往这方面迈进 对吧 所以你再回答我 你要出去上班 是真心的吗 说实话 不是 那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她回家 你应该回去 看看你原来的工作岗位 再回想一下 当年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原来你拿着一份微薄的薪水 但你通过你的劳动换取果实 你有自尊 你肯定跟她夸了海口 你只要嫁给了我 不要上班了 在家里带孩子 哪要那么辛苦一天到晚像原来一样 风吹雨打 放心我能挣钱 你肯定说过这样的话吧 她心里想的就是很简单 我努力挣钱 你就给我带好孩子 别的你啥也别管 你也不要上我公司去 所以你以前是员工 你现在还是个员工 只是换了工作岗位 不过话也说回来 你以前是她的员工 你很清楚她的工作状态 如果你要是真的爱这个男人 爱你自己的孩子 你花他的钱那样造 你不心疼吗 虽然他一个月28天在外面 也有玩的时间 但是挣钱容易吗 你不会把这些钱存起来吗 为家庭做长远的打算吗 你有吗 你走 所以你活该不让人尊重 你把别人当冤大头呢 而冤大头这种事是你自己营造的 因为你结婚的时候就说了 放心我爱你 我愿做冤大头 我挣个钱就是要给你花的 现在自己抽自己嘴巴了 你现在说有了孩子了 不能分手 那就请你履行起你做母亲的责任 履行起做妻子的责任和尊严 尊严和面子是自己争的 你以后不要再吹牛了 好吧 你要让他知道你挣钱有个不容易 同时那儿子不是别人的 是你的 所以长点心吧你们俩 好歹都是爹妈的 就这样 好 谢谢托老师 今天我们特别像在这个法庭上 听一个合同纠纷你知道吧 合同的甲方说乙方没有履行承诺 乙方说甲方你没有履行承诺 到底谁没有履行承诺 其实先看清楚 不再去纠结这个 以后希望你都能照顾照顾孩子 完了把剩余时间 完了我多说说后回家看看你的孩子 我觉得我跟你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因为你总是骗我 我感觉咱们还是以家庭为主 我主持人们都说了 我还是把事业方法 以家庭为主要的 现在这样 我也想改变所有的一切 你总这么说 我只能 请亮灯吧 女生放的那是什么呀 白天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给宝宝做的那个竹影 我想和回家我们三个好好在一起 男生那是什么呀 刚刚认识前 过生日前送了一个手表 他送我的 周二表虽然也不是什么品牌 这两年多一直戴在手上 这两年多都陪伴我 永远陪伴着我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谢谢啊 烂漫时刻吧 各位请见证 请亮灯吧 不想确定日期 那场幸福 谢谢两位请回吧 爱天满回忆 在爱里等着你 未来变得那么深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 祝他们能有所改变 认真而尊重地对待生活 有网友提问说 最近我的男朋友 晚上12点半 总接到别的女生的电话 他只告诉我 他们没有关系 我要求给那个女生打电话 他告诉了我一个假的电话号码 说那个女生已经结婚 是他的大学同学 我能相信吗 我想你在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心里应该已经有了答案吧 晚上12点半 一个女生的电话 而且会告诉你 一个假的电话号码 还告诉你 他已经结婚了 没有任何关系 这些所有的加在一起 足以说明了一切问题 好吧 祝你好运 谢谢